各位觀眾早晨,歡迎收看《耀塞財經》台開市錦囊的環節 我身邊的嘉賓是來自研究部的分析員,謝先生在旁邊 Harry你好 早晨,Janette 早晨,跟進行指,今天高開235點 最新升幅輕微擴大,升254點,煲20113點 成歐今,暫時有32億 國企指數,今天高開166點 升幅暫時超過2% 升185點,報9053點 期指還在19974點,升154點,低水126點 成交量方面16000多張 先和大家跟進歐美股市方面的情況 好,見到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升100點收市 升幅有0.7% 最終收市債收補14760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上升14點 收補1588點,升幅近1% 另外,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上升27點,收補3347點 之後,歐洲股市方面三大股市都是向好的 倫敦富士100指數,上升10點,收補6101點 法蘭克福德斯指數,升118點,收補7811點 巴黎克指數,升54點,收補3649點 另外,油價方面 紐約期由8月份升14美先,收補每桶95.32美元 倫敦布蘭特期由8月升10美先,收補每桶101.26美元 金市方面,紐約期由8月份跌了2美元 收補每桶1275.1美元 Harrie,立即看看美股最新的情況 看到三大指數來講 我指的是數據 都是出了幾個比較重要的經濟指標數據 都是向好的,分別有5月份的美國內容品訂單 二十大城市樓價指數 以及六月份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我們可以逐一跟大家跟進 因為這三個指數向好 都是帶動到美股做好的因素 不如先看看樓價方面的消息 根據一份調查,四月份的美國獨立屋價格上升 錄得七年以來最大的按年升幅 反映樓價方面的復甦力度繼續增強 根據美國四月份二十大城市樓價指數 經季節調整之後,按月上升1.7% 升幅就高於市場預期的1.2% 而指數按年升12.1% 亦都好過市場預期 創了2006年3月以來最大的按年升幅 數字上都非常向好 由於可以證明到 現在美國方面的經濟步伐 尤其是樓市方面 都在逐步復甦 更加可以認證到 將會有減買債的情況 因為都按經濟復租的步伐去進行 現在都看到數據上都一致 怎樣看這個數字 這個強勢 最基本的就是可否持續 來講回美股主要回升的動力 在於剛才Janet所說 有三項不同的經濟數據 亦都發佈出來 表現都是向好 亦都帶動整個美股走上去 這方面先講講 剛才Janet所讀出來的不同的數字 就是地產的數據 由彪泡和Keshila 一個二十大城市的房價指數 其實按月也有上升1.2% 其實當中我特別看到 按年的上升幅度 挺誇張 其實本身也是看到 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2.1% 這方面 按年變幅來講 也創了2006年3月20年最高的水平 如果看回二十大城市當中 其實看到西岸的一些城市 本身的樓價按年升幅 是比較多一點 其實看到升幅有20多% 這方面 如果你看回整個房價指數 又或者整個樓市當中 其實本身商務部也發佈一些新屋銷售 亦都表現優於市場預期 對於地產數據來說 我們近來的分析都看到很強勁的復甦勢頭 我都相信現階段來說 就算聯儲局真的會扣減買債的措施 留意一件事 就是本身對於買債的幅度 有850億裡面 有分兩種債項 不同的債項 一個是國債 一個是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即是一些資產本身的債項 這方面對於聯儲局來說 主要如果削減買債規模的時候 會首先削減買國債 如果MBS那方面沒有削減到 其實對於長期債息來說 仍然有個支持在這裡 這方面對於整個樓市來說 仍然會繼續有個支持 直到整個樓價指數 如果回到2007、2006這些水平 又或者市道 看到新屋銷售方面 繼續有個強勁勢頭 在這方面削減買債規模 才會加快 我對於純粹計算地產市道來說 在這後半年來說 仍然是看好 特別看到樓價的上升幅度 其實如果持續下去的時候 其實去到年底 甚至是說明年初的時候 樓價是會慢慢地上升回到以往美國 其實最蓬佩的樓市的水平 好,說到美國樓市方面 另外一些分析有說到 因為白蘭哈或者很多的重要官員 說到可能是2015年方面 有個加息的可能性 究竟對美國樓市的衝擊又大不大 始終來說你的加息 會不會影響到買樓方面的消息呢 如果你說對於加息這個情況 我自己覺得看得比較遠一點 其實如果你說就算說2015年 現階段來說 如果你說整個樓價 或者是一些新屋的動工 新屋的銷售 這些情況 雖然你說這半年 也是一個比較強勁的復甦勢頭 但我相信對於聯儲局來說 可能都需要一些時間去觀察一下 現階段來說 說加息是比較遙遠的事情 對於預料當中 其實去到2015年 亦都有個加息的情況 比起一眾的分析 可能2016、2017來說 好像早了些 但如果計及買的預期當中 其實我都會相信 按息或者相關的一些樓房 負擔的上升動力 可能是會去到2014年下半年才出現 現階段來說 我會覺得地產指數 或者是一眾的信心 仍然是非常強勁的復甦勢頭 我不會相信 對於加息的情況 好像在退前的時候 會影響到樓房的小情 好 你講開 復甦勢頭 仍然有信心在 講開信心 也要提及 剛剛公佈了 到月份美國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亦是2008年1月以來的最高 好過市場預期的75.4 這個數字來說 都是創了近五年半的新高 真的頻頻有報喜訊 我們看到消費者信心指數 亦是美國諮詢會所發佈的數字 又升到五年多的高位 這方面亦看到隔晚發佈的信心指數 升到81.4 亦看到是2008年1月以來的最高 比起市場預期的75.4 是大幅優於這個數字 這方面 如果對於整個消費的信心指數 其實見到地產復甦得這麼快 我們見到 其實非農業新增職位 都有個不錯的上升勢頭 見到失業率慢慢下降 其實都刺激到民眾的消費意欲 如果及後 其實真的要看回 我們經常講一些 比如美國諮詢會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或者是美國默契金大學的消費信心指數 這些指數其實是一些信心的表現 亦看到當中的一些調查 其實涵蓋的範圍又不是這麼大 我會覺得如果真的看美國消費的情況 真的看回消費信貸 尤其是那個上升速度 是否保持著強勁的勢頭 這幾個月其實是有些反覆的狀態 亦都見到其實主要那個消費的上升動力 都仍然是來自一些留學生的一些 比如說當中的消費 未必是在當中的一些雙普零售 又或者是零售市道是否真的那麼強 我便會實質地看回當中的一些數字 而本身的消費信心來說 無疑我們看到指數是上升了去 但是及後真的去認真去研究美國的消費市道 就會看回信貸的表現 我都會覺得大體上來說 如果你說比起年初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復甦了很多 這方面及後真的會看回 未來的GDP的數字 會不會因為這個消費指數 是慢慢地向上的話 有一個大動在那裡 好,謝謝Harry 我們都講開這一系列的數據方面向好 繼續鞏固市場減買債規模的預期 這方面來說 都會影響到金價方面的表現 不如說到金價 近來來說都比較疲弱 說到金價,繼續有個下跌的情況 跟進就是紐約期金來說 跌了2美元 收入位是每盎司1275.1美元 暫時的支持位或阻力在哪裡 好像都上不回到每盎司1300美元 這些位置 如果你說剛才說到 美國一眾數據都做得很好 其實隔晚我們看到 連內容品訂單方面都優於市場預期 這樣見到這方面 其實你會見到內容品訂單 我們見到消費指數 甚至是一眾的地產數據都向好的時候 都很大體地可以確立 但接下來聯儲局真的會削減買債的規模 削減買債規模 代表整個量寬的規模 可能會慢慢地降低下去 可能是600億以下這些每個月的規模 對於金價的情況來說 敏感性亦都相當之高 我們見到其實金價 也都見到本身上一次的議食會議當中 那上一個月不是剛剛那個 已經是有個暗示 買債規模可能會削減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倒下來了 亦都是穿了1300美元的重要支持位 我都會覺得其實金價的走勢上來說 是會進一步下市1100美元 甚至是1050美元的水平 現階段來說 尤其是全球的量寬措施 可能在未來一個 如果說美國就可能早些 其實如果在下一年 可能歐洲或日本的情況 都在慢慢地收縮的時候 對於金價的表現來說 我就看不到前景在那裡 尤其是如果整個商品期貨 一步進入熊市當中 一個這麼大的轉勢來說 可能會走得比較長時間 對於金價的跌勢來說 可能要留意 我都會覺得會繼續持續下去 OK 好 謝謝金價方面 以及比股方面的分析 我們說了這麼耐力 就是討論到幾個數據來講 就是向好 印證了可能就是QE規模來講 就會有一個縮減的 我想問一下就是歐洲方面的情況 是否跟美國方面 有一個同步或一個理念是一樣呢 因為都看到就是歐央行的執委 他都說到歐洲央行方面 未有些計劃去跟隨美聯儲局 退市這個想法 因為他說如果距離退出量寬的政策來講 時間方面還是很遠 說到他們還未準備好 另外說到就是利率方面 他說現在經濟復甦都未完全復甦了 如果一定在這段時間 那個利率來講 回復正常是不明智的選擇 怎麼分析 歐洲股市方面 是否都繼續有個量寬的動作等等 如果你看回量寬 如果純粹的量寬措施來講 其實我都會覺得歐洲 真的沒有這麼快去回復 一個比較正常的 一個貨幣政策的一個時間 特別見到其實一眾的一些經濟數據 雖然講PMI有一個回升的勢頭 但是仍然都是在50樓下 比較遠一點的一些位置 但是好處就是我們見到 兩大經濟體 譬如德國那方面 仍然會慢慢地上升 我們特別見到其實持續疲弱的 法國那方面 其實那個PMI數字都開始做好了 見到其實一眾的一些 本身的以往做開的一些刺激政策 開始有一些見效在那裡 投資者留意一下 近來歐洲的情況來講 其實都有幾多不明朗因素 反而出來的 特別見到希臘的情況 見到那個政局開始不穩 在整個執政聯盟裏面 其實我覺得是有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在那裡爭吵 令到其中一個黨派 離開了那個執政聯盟 他們都投訴主要的一些政黨 為何無端端關掉國營電台 這方面這個爭吵當中 他們完全沒有任何一個共識 令到整個其中一個政黨 其實已經是退出了執政聯盟 會不會令到政治的動盪 其實會扯了那個債息上去 又或者是歐債危機會再次爆發呢 這方面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 另外一方面 其實本身如果說在貨幣政策當中 其實歐洲都是不停地做了很多的措施 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裡 其實都說到他們自己對於 對於退出寬鬆的貨幣政策 其實那個路途都是相當遙遠 他都覺得譬如說通脹仍然都是在比較低的位置 經濟的勢頭來講 仍然是做得一般的 所以他們都需要維持整個貨幣政策 做得比較寬鬆一點 令到支持整個經濟方面的勢頭可以向上 這方面我又會覺得 對於貨幣政策來講 尤其是近來我們見到 自從美國聯儲局方面 發佈了那個量寬措施可能會縮減之後 其實整個市場都有些一陣的恐慌 特別在債市方面 亦都有一個很明顯的下滑的趨勢 隔晚我們見到不同各國的官員 亦都紛紛出來對於這個削減買債規模來講 是發表一些安撫的言論 除了華德拉吉之外 英國央行的各個行組 亦都會出來講相關的說話 我都會覺得如果純粹在歐洲的經濟來講 對於削減的量寬規模來講 暫時來說都是相當遙遠的 謝謝Harry在美股和歐洲股市方面的解說 我們轉談話題 回到香港那邊的股市 暫時見到內地股市和香港股市 都好像有背遲的情況 因為見到上證指數跌18點 最新報是1940點 內地股市今天都繼續要跌 另外就是看港股方面的情況 先不可以升 升184點 到2040點 成交今晚是100億國外 掛企指數升170點 到9041點 昨天來說 我們都好像看電影一樣 見到股市有戲劇式的V型反彈 很少見 近來來說 因為之前的一陣子都比較悶 廣股都上升2萬點 暫時又如何部署 因為都見到 暫時都跟著內地股市方面的消息走 沒錯 人行方面都出來說話 說到現在的經濟體系 都是屬於健康的水平 特別指出 他們說 截至到6月21日為止 金融機構的備付金 都有1萬5億人民幣 過往來說 這個水平大約是6、7千億 都可以救他們支付一些結算等等 如果這個金額 可以保持在1萬億以上的話 那個流動性都不是短缺 我想這番說話 都有提升的作用 但似乎內地股市都要跌 怎樣分析 先說內地股市 對於跌勢來說 就算人行出來說話 見到股市入市信心好像一般 投資者留意 A股的表現 可能會有機會拖累 港股今天的反彈力度 對於A股的情勢來說 主要是繼續留意 內地一種金融股的表現 尤其是一些拆息的波動 對於A股的情勢來說 可能大體上 如果說一個刺激的政策 或一個明顯的回升勢頭來說 真的可能要等到三中全會 因為我都預料到 未來幾個月的經濟數據 都會做得一般的 其實下個星期也會發佈一些 六月份的經濟數據 首先會發佈的當然是一個PMI的數字 這方面 從匯豐中國本身的PMI的初值來看 對於PMI的數字 我不會抱太大的憧憬 仍然會對於A股的走勢來說 其實有一定的震盪 對於整個刺激的政策 接下來的三中全會裡面 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大體上來說 就會說 接下來本身 習近平和李克勤上台之後 未來十年的經濟發展方針 是一個很重要的回憶 對於當中 譬如說 大家市場開始說的 城鎮化環保概念 又或者未來的經濟發展方針 究竟會怎樣做呢 這個三中全會就會去談 我都會覺得 對於A股的情勢來說 暫時都可能會 仍然在低位徘徊 就算反彈也好 一個比較技術性的反彈 可能要留待到八、九月份 才慢慢地有些消息推出 才提升整個股市上去 回顧港股的表現來說 如果你說看回 今天的情勢來說 我們見到 彈上去二萬點流上 我都會覺得 對於港股的形勢上來說 真的看回A股的表現 會不會有個大跌的情況 如果沒有特別大跌的情況 今天的反彈勢頭應該是會保持到的 指數來說 先看二萬點 作為一個今天的心理關口 究竟收市的時候 手不守住這個指數 如果不是的話 本身反覆向下的政治形勢 仍然會在回到 時間不多 不如立即和大家跟進 就是一種南銷股開始的情況 匯控 今天來講 升五毫半指 報79.8毫半 中移動升八毫 中銀行升六仙 公行升一毫三 建行升一毫半 港交鎖 國壽升兩毫四 友邦升四毫 騰訊升一毫 金沙中國升幅超過三 長石升兩毫 新地升五毫 九倉跌兩毫半 中海外升四毫 環置地升兩毫六 中海游升一毫六 中石游升四仙 中石化升三仙 節目時間差不多 等一等 稍後回來 繼續和大家跟進 就是內地股市 以及市場上的移動股份 最後 和Harry做新報 說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你 休息一會 稍後就是卵政Online的環節 家寧觀眾 或者有事想問我們 歡迎打電話來 電話二線 就是204-6566 稍後再談